YouTube上有个名为YamaQ的频道 上传了这个恐怖的视频 男子租住的房子 因为业主要收回 使得他不得不搬家 于是他开始寻找新的房子 这时他发现有间房子 租金特别便宜 给予搬家的他立即租下这间房子 男子还以为自己很幸运 但搬路后却频频发生怪事 起初男子发现更衣室里的水龙头 有时会停水 他觉得可能是水管老旧的问题 接着他就注意到半夜时 门会自己打开 还有奇怪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男子觉得事有欺巧 于是他在更衣室里设置录音机监控 我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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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可能是没有 我发现了 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监控的第一天凌晨3点19分时 更衣室里传来一阵阵的敲击声 随后树子就自己掉到地上 而敲击声还持续了一段时间才停止 早晨男子来到更衣室 就发现掉在地上的树子 他放回原味后就开始查看昨晚的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异常的男子再次进行监控 这次他先拍摄浴室和厕所 确保没异常的地方 他将录音机设置在另一个角度 以便能清楚地看到洗手台的情况 随后男子就离开了 在凌晨3点15分时 更衣室里又传来敲击声 而柜子上方盒子的盖子自己打开 架子上的瓶子也自己掉下 接着浴室的门自己关上 男子觉得更衣室里可能有灵体作怪 他买来现箱并点燃试着安抚灵体 突然男子身后传来巨响 他立即打开厕所的门查看 但里面没有异常的东西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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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网民觉得声音是从更衣室上层传来的 但更衣室上方就是屋顶 不太可能有人爬到屋顶作祟 男子查看房子周围 发现北边有个老景 南边还有古老的墓园 而房子一带是地磁逆转地区 种种都让他怀疑房子的风水不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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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走出房子 从窗口查看厕所 这时 厕所门传来敲门的声音 他立即返回查看 但他没见到任何人 还有一次是在下雨的夜晚 男子听到房里 传来一阵阵诡异的叫声 他立即拿着手电筒出去查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男子感觉声音是在他前方发出的 他却没见到任何异常的东西 之后男子准备了一个会重复声音的玩具 夜晚的时候 那诡异的叫声又再传来 他提着玩具 找出声音发出的源头后 就用棒子敲击试着下跑发出声音的灵体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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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这次将热水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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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